是相亲特派员佳迪 如果你也想参与到凡人有血的话 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 8805 8805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这位男嘉宾 是放了狠话的 说要把我这特派员的工作 头衔给我抢走 我也不知道 他到底能不能抢走我的发码 依靠他的开朗活泼 能不能吸引到女嘉宾的注意呢 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一下今天的男嘉宾 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凡人有血 我是今天的临时特派员徐南 然后呢今天我们的男嘉宾 他是一个非常阳光 积极向上的一个男孩子 他对未来有很多的规划 他性格也比较沉稳 他对生活也是比较积极乐观向上的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一看男嘉宾吧 大家好 我叫徐南 今年28岁 我从事的是皇位行业的市场 招头标工作 我的月收入大概在1万元左右 本期之后男嘉宾 徐南28岁 身高一米74 职业 招头标圆 月收入1万左右 婚姻状况 未婚 九龙坡有发 我的性格的话 是一个比较活泼的一个人 然后我是比较落天牌的 就是说凡事的话 都是想得很乐观 也是一个很积极向上的一个人 平时我的爱好 就是运动嘛 各种球呢 足球 篮球 平排球 排球 那些我都在参与 我那边还是比较喜欢唱歌的 我只认为我唱歌还是比较可以 有机会可以跟展示的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 我们真正的乡亲特派员上场 我这有生以来第一次 以嘉宾的形式 对 对 对 走了你的路 然后发现我的饭碗快没了 没有 你还是比我要专业很多的 按理说的话 你又做这样的工作 你刚才又介绍了自己 阳光积极向上 什么词都往上嘴了 那没女生在平时生活当中 就是向你表个白呀 说 哎呀是的 我觉得你还是很不错 没有没有没有 这都是我追别人 没有女生对我表个白 我的感情经历的话是有三段 然后呢前两段 都是因为工作调动的一个问题 导致一个异地点 然后啊也是没能坚持下来 然后最后一段呢是我们父亲介绍的 介绍给我呀我们相处了一段时间感觉下来呀 感觉我们的这个三观还是有一点活不来 所以我们的平时的一些对生活的一些想法啊 或者是对生活的一些想法啊那些都还是有点活不得气气 所以说都一直都等到现在了 我自己28岁了我也比较着急 所以说我才才想来报名参加这个凡人游戏这个节目 想让你们帮我找到我的下半辈子的幸福 今天徐南为了相亲 是做了一大片的规划的给我们的编导 发了我看是个pdf呀 发了好多有流程 有好多纸哦 纸字数的话可能我没有卸算 但是有A4子的话写了三篇吧 三篇的今天的相亲计划书 我是第一次见见相亲计划书这么一东西 为什么想做这个呢 我也是第一次上节目 也是第一次参与相亲 所以说我想要稍微正视一点 然后理一个流程 到时候见到李嘉宾了 可能就没那么慌张 因为我现在也有一点紧张 然后我想心里大概有个谱 该怎么做怎么做 到时候就是不会 不会怎么来 不会给自己就是 处于一种那种很迷茫的那种阶段 因为我也是做这种市场招投标工作的 但我对这种梳理起来 逻辑梳理起来也比较有心得 所以说我就理了一个这么一个流程表 徐先生为了今天的相亲准备得十分充足 也很真诚 那他会有怎样的择偶要求呢 希望他是一个乖巧一点温柔一点的女生 在家庭方面的话 他是一个孝顺的一个孝敬父母的一个女生 最希望的就是他能跟我一起 我们一起共同来建立一个小家 但是外表呢什么呢 我看你只字未提是完全不在乎还是 身高的话 因为一米六左右我就觉得可以了 因为我自己也不是很高 对 大眼睛嘛 皮肤白一点吧 就已经是个美女的雏形了 真的呀 真的是美女的雏形了 那除了你两点之外也还有没有点 还是要瘦一点吧 瘦一点 因为我比较胖嘛 我希望找一个瘦点的人嘛 一是督促我减肥嘛 二是可能互补一点嘛 我胖他瘦吧 男嘉宾的择偶要求 一 温柔乖巧 二 孝顺父母 三 能和自己一起奋斗 四 身高一米六左右 五 长相漂亮 瘦一点 了解清楚徐先生的基本情况之后 编导立马为他匹配了女嘉宾 今天这个男生真的还挺 就是活泼开朗的 性格挺好的 挺正常我感觉是 而且他自己带来的那东西 说实话我没想到 不知道最后就是 能不能按照他这个流程走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心是很细的 其实就是说 他是一个其实挺有气化的一个男生 也挺 就是挺细节的一个男生 我这边真的还有一个女生 我觉得挺合适的 你看一下这个照片 干嘛呢 他是一个高校的辅导员 工作也还不错 对 然后他的话 因为辅导员这个工作 其实算得上来说 也是一个需要一个有包容心的 然后需要一个温柔的性格来做 所以我觉得性格上的 上面其实是比较符合男生的一个要求 而且他的一个就是颜值 也在男生的一个作为要求 那这个女生的要求的话 我是怕两边对不上 他其实也是想找一个 可以跟他有话题聊的男生 然后我就说 在身高上面可能有点要求 希望对方在175左右 男生其实刚好 174也差不多 差不多 那你先联系他吧 我觉得他们俩其实还挺合适的 好 编导口中这位和徐先生 很合适的女生到底是谁呢 我们先一起来认识一下她 大家好 我叫杨罗惠美 然后呢 今年26岁 然后呢 现在从事的工作 就是高校的这种辅导员工作 然后工资的话在4000左右 本期就有女嘉宾 杨罗惠美 26岁 身高1米65 职业 高校辅导员 月收入4000左右 婚姻状况未婚 我的性格呢是比较开朗的 然后比较喜欢跟不同的人接触啊 包括跟学生一起啊 兴趣爱好的话 有时候喜欢出去徒步 去跑跑步啊 然后有时候也比较喜欢 就是去攀一下眼 就室内的攀眼啊这种 就还蛮喜欢就是去运动的 还要打羽毛球什么的 都蛮喜欢的 就爱好还是比较多 而且很愿意去尝试一些 新的之前没有 没有去尝试过的一些东西 我很喜欢 杨小姐活泼开朗 长得也十分漂亮 那她会有怎样的情感经历呢 我的感情经历呢 就是比较的少一些 就只经历过一段感情嘛 然后是那种网恋 就是半年嘛 就三个月是网恋 然后三个月现在见面 后来呢是觉得 可能没有就是那么的合适嘛 可能性格呀各方面没有那么合适 所以爱好啊这些有点不相匹配 然后所以就分手了 我的择偶有标准 第一个我是希望她最好是在重庆 然后在重庆或者是成都 就大家就最好不要隔得太远 然后第二个呢 希望就是男生的话 可以跟我的爱好比较相同 也是愿意出去去徒步啊 出去偶尔出去旅游一下 这样的一个男生 然后第三个呢 我是希望她的性格 比较的温暖一点的 然后可以包容 接受一些我的小情绪 因为我是属于 特别喜欢说话 是个小话牢 我是希望她能够多一些倾听对我 就是性格方面 我是非常希望她是一个 很喜欢倾听的男生 然后第四个呢 就是可能希望她的身高呢 最好在1米75左右满 或1米75以上 然后希望男生呢 的外貌呢 是就是和我之间比较有演员的那种 然后第五个就是 我其实对男生并没有要求 一定要有房或者是有车 我是对恋爱的观念 我个人是比较愿意和她一起 就是去奋斗啊 去打拼啊 这个样子 对 所以对这些没有失差的要求 女嘉宾的则我要求 一 定居重庆 二 兴趣相投 喜欢运动 三 性格温柔 有包容心 四 身高1米75左右 有演员 五 能一起奋斗 杨小姐长得漂亮 性格活泼开朗 徐先生 阳光积极 十分细心 两人的恋爱观也十分一致 综合来看 两人匹配度达到了90% 不知道今天的相亲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来 你过来 你过来 我给你指一下啊 在那儿 啊啊啊 嗯 那你喊一声呢 她是老师 好像喊到老师 破羊 她姓杨 嗯 杨老师 嗯 她喊到我 她喊上喊了 杨老师 你好 我都怀疑坐到旁边了 几个都是你 都来帮你看这东西 人家嘛 招呼都大了 我们就赶紧下是吧 嗯嗯 那得 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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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怎么样 第一印象 就很开朗 很开朗是吧 嗯 没有被吓到吗 没有被吓到 很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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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先生的热情大方 赢得了杨小姐和亲友团的好感 徐先生继续加油啊 你好杨老师 你好你好 这是今儿给你们买的奶茶 谢谢 你看到你们喝的油 但是啊 谢谢 但是这是我这个是今儿的第一杯奶茶 喜茶的第一杯 嗯 但是还是很高兴认识的 啊 谢谢 谢谢 非常有亲和力的 然后 然后呃 呃 呃 还是 呃 呃 还是 怎么说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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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 蛮健谈的一个男生 感觉应该是一个比较温暖的 他也是非常的漂亮 然后第一印象嘛 然后 嗯 嗯 有什么 有啊 有啊 但是像哪种第一回见面里的 你见面里的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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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都没有了 你说他可以转过来 他可以转过来 可以转过来 哎呀 转过来 可以转的 嗯 然后 那你干这个红布的意义在你 我以为你啊 还有一个揭晓仪式 不是不是 啊 这是一个就是 可爱的一个玻璃球 但是呢 待会儿我就给你变一个棒棒糖出来 好的 啊 谢谢 谢谢 那这面是变模式啊 你学着在我 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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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给你准备的一个小银 谢谢 谢谢 这是第一次跟男嘉宾见面嘛 很高兴你就是送了奶茶给我 然后我就送你一颗糖 对你今天一天有一个 美满开心的好心情 也就是我们两个能够 今天有一个很愉快的一个 那个相处嘛 就是 好的 当时还是很激动 因为从来没有女生给我表 给我就是表演过一个魔术 所以当时收到的时候还是很惊讶 但是也很感动也很激动 杨小姐机灵可人 让现场的气氛越来越好 你会不会有什么 就是这个视频 就是朋友吗 对头对头 就是发小那种还是 我大小同学 大小同学 我发小不好意思 不想说 我今天应该带个大小同学来的事 我大小没有吧 我呀 不运动嘛 这男人那些 基本上喜欢的都喜欢嘛 打球 打球 打王球 打篮球 比如说 篮球 足球 拼盘球 排球 游泳都可以 然后还学过拳击 呃 呃 出了运动的话 就是 这个闲一下时间哈 可能就是 希望跟朋友出去穿着锅啊 开着锅啊 那些下午一些穿开着锅啊 还有就是 呃 国人出去 逛海宜家呀 那些反正就是 跟国人的舞台反正就是 那些 那些 你呀 我嘛 呃 我平常 也选 有时候选去 就是 跟朋友出去 逛街啊 对嘛 逛街啊 对嘛 还正常的 嗯 然后 爱好也比较单调的 常常高 也是我还蛮选常的 真的 那我等会儿必须要跟你录一说 相同的兴趣爱好 让两人相谈甚欢 见时机成熟 徐先生也实施起自己的计方 我今天安排啊就是 嗯 你看现在 十一点半了哈 你看我们是 呃 坐一看嘛 再去吃饭嘛 还是吃饭咯 然后吃饭 你有两种选择 嗯 吃饭呢可以 我可以弄给你吃 因为我做的 我还可以 就是做饭 然后啊 我们也可以坐在 那广阳城那边 那边来吃 看你 你要煮的话在哪儿煮啊 在我家煮 但是我要煮的话 有个钱就是 我家里面没有菜的 我们要去逛草食 要去买东西菜的 买食材 嗯 简单一点嘛 就是 嗯 嗯 嗯 我不曉得 我还是 嗯 会有点 快去看看我舞台吃猫 好 我吃了点猫 他喜欢猫 我喜欢猫 我觉得 会不会第一次做吃 会不会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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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我觉得男嘉宾 还是用了新的 然后来之前 就是可能也是 提前做了准备的 做了规划的 然后让他去他的家里面 我觉得还是蛮 挺意外的 就有点意外 就是我是有点意外 有点小害羞的 但还是很 但是可以也看出来 男嘉宾是非常真诚的 就是他愿意让就是 我就去他家里面 说明他是 反正的隐私展现 对 说明是很真诚 对 你们俩都喜欢 像水彩 不愧来让男嘉宾 藏死一场 有什么想吃的 大家看到男嘉宾 拿搜的好 这头男嘉宾你拿搜的好菜 最难受的是 红烧牛肉 可以 我都喜欢吃牛肉 可以 这是土豆烧牛肉 土豆烧牛肉 然后 大山那样 有点费时间 感觉 其实我最难受的 这个菜不怕你们下 我最难受的菜是 番茄炒几大 可以 因为那个菜是我 从薛菜开始一直 炒到现在都还是在吃 所有人的第一道菜 对 这是第一道菜 羊肉是炒土豆 土豆 土豆丝 可以 这两个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都喜欢吃虾子 你吃虾子 虾子有点老虎 因为我有点对虾子过敏 这样 都那个养老师说的 这个嘛 反正烧蛋嘛 炒土豆丝嘛 然后看有鱼没的嘛 整条多包鱼啊 你是吗 可以啊可以啊 两人非常愉快地决定了菜单 可就在两人去超市采购食材时 一直对徐先生印象非常好的杨小姐 却有些小情绪了 are you are 我来等你 你最远的家店 吧 买点些菜 你真不远的 你是不是在吃虾子 我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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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决定想吃虾子 他都没有决定 嘶 我决定不好锁 没有 我没不好锁 算了算了 徐先生摆秘一书 看来还得更细心 更体贴 才能让杨小姐满意啊 走嘛 走嘛 请嘛 请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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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谁就一个人 走嘛 走嘛 我给你们倒点水 好 谢谢 你认为是喝热的吗还是 都行 都可以 这里在喧嚣 我来看看 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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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 你说家里很乱 一进来我都惊呆了 昨晚收拾海里说 收拾海里说 比人家总是一点 刚才闺蜜都还 你昨天就知道 我们今天要来吗 昨天就知道 我们今天要来你家吗 就是可能回来 我们就说我收拾海里 你那个计划书的 是跟他们说的吗 没有 没有啊 那现在要不要揭晓一下 为什么你会把家里 这么收一下 因为我计划的都是 想带养老师 去餐馆一下我的屋头 然后如果说有可能的话 就是可以畅想一下 就是养老师去畅想一下 以后在那个 在屋头那种生活 是吧 看出来了 他已经开始畅想了 既然都提到这个计划书的事 我就给你说清楚 他呢写了一个PPT一样的东西 A4纸三叶 就这么小字 一个一个一个 可能马了得有签字以上吧 就是写了今天整个一天 希望怎么跟你相亲的 这么一个计划书 我开始来的时候也很震惊 你要把那拿出来 你给他看 不震惊不震惊 你给他看看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这么多字吗 开着本来是在另外一个商业的 都是 对 大秘诗现在 见面 哦 现在是逛街了 那我们已经跳过了这个舞蹈 就是 那你请大师可以 可以Cue一下那个流程 可以说一下的 可以说一下的 你看错过了一个女生非常感兴趣的环节 他这个行为在我这里也是非常加分的 他是首先是有了一个总体的一个规划这样子 本来昨天晚上的时候 我还在跟我的朋友聊天 我说 我说我有点紧张 不知道明天怎么规划 然后他既然都已经提前做好了这种规划 在我这里来 我是非常的安心 让我有一种 刚才你说你带女嘉宾到家里来 就是为了畅想一下 未来的生活 那从家里的哪个地方开始畅想呢 我说 不是 谁叫卧室畅想 卧室 你这门都是从这儿建的 你这门都是从这儿建的 出发 慢慢的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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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家里我看挺干净的 这个家里我看挺干净的 这个家里还是收拾了一下的 这个厨房 这是厨房 厨房的话有点小 然后这边是个生活样态的 洗衣服这边 刮衣服一般平时都刮了一点 然后这是个厨房 然后出来的话这是个饭厅 对吧 旁边那边都是一个猫猫的一个 它刷的一个地方 哈喽 你好呀 他好乖哦 他狗人现在抓了一个装饭压 哈喽 你好吗 他叫鬼月儿 鬼月儿 鬼月儿 哎呀 你好乖呀 可不可以摸摸他呀 鬼月儿可以摸摸你吗 他的狗人他10岁了 不爬不爬 乖乖 乖乖 呢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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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哦 养猫在我这里是非常加分的 因为我自己以前家里也养了一只小猫嘛 然后我是觉得养猫的人 他是比较的温柔的 而且比较耐心一点的 这边是一个书房 对呀 贵呀 贵呀 你好呀 这边是一个书房 因为我心思想把它 我装起的时候 都想把它打造成一个 就是我们的 一个男娃儿 一个小男生 你一个天地嘛 是吧 反正可以休闲一下一些 你们也会在这儿刷一下 然后走吧 这个是 这个是土 你看到我还是看着这个 嗯嗯 就是专门给这个 是以后的娃儿 准备的一个房间 哦 就是给他整的那种 宇航员那种主体的 以后的娃儿 不求他成为一个宇航员嘛 但是我想要 我以后的娃儿 他一个那种 探索未来呀 一种那种求之求真的 一种那种 那种那个 那个 也看得出来就是男嘉宾 还是对这个房子 是有自己的 一个未来规划的 然后是说是宇航员什么的 感觉也非常的可爱 有这样的想法 来到家里之后 杨小姐对徐先生好评不断 可就在徐先生 踏进自己的战场 准备午饭时 杨小姐却和亲友团 讲起了悄悄话 我也不知道 对呀 我以前能说 我以前能有点磨 我觉得 我觉得好像 就是那种怎么的 我觉得各方面 都还是把我照顾得清楚的 但是我都是有点 我才卖的 就是他 没有 我喜欢吃 他的其实我也想吃 匣子也想吃那种 但是他好像 他准备的是雷亮 然后其实是有点 有点死亡 对 对 我想说 还是你觉得 你还在准备了东西 准备了食材 而且他做的辣植 是做这个土豆烧 但是他 但是他没有煮 没有煮 他拿着所有后材 都是 那种好麻辣的 之后然后再 然后最后他再去 下面都想买个茶 一样 就当谁 你会觉得那个 我能把这些时间吗 我想说 但是他不是 他做一些计划 然后又再聊再聊再 但是我就觉得 他其实不是一个 黑鲜鱼计划 因为我喜欢吃 然后他都自己 煮了他 喜欢一两个菜 而且你发现 你反正 你反正 条件还要凸的 都是他说的 我就有点担心 他会不会有一点点 就是 什么都可能 他说了算 可能考虑 另一方意见 可能会比较少一点 就是我有一点担心 杨小姐对于徐先生 没有询问自己 喜欢吃什么 很是介意 担忧徐先生 会有大男子主义 那徐先生 自作主张做的菜 能不能俘获 杨小姐的味蕾 两人接下来 又会发生什么呢 来 杨小姐吃饭 哈喽 来来来 记得好好哦 一瓣一瓣一瓣 真是 特别简单的菜了 厉害厉害 过来哦 两点钟来呀 好香啊 厉害厉害 尝一尝嘛 先不要着急夸 先尝一尝 吃吃吃吃吃 我也接你 还我过呢 可以 可以啊 很大碗好吃 很大碗好吃 啊 那必须的事 亲自挑了的 再来一个鱼嘛 好的 喝一个 来西无儿来干嘛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花香 一定还加了个啥子 咱们两种斗吃那个锅料 是不是 嗯 它叫 它叫 好香啊 蒸鱼吃油 哦 是吧 蒸鱼吃油 我都觉得鱼 其实感觉还挺好吃的 非常好 真的很加分 特别好吃 我觉得它那个鱼真的太好吃了 那个佐料 真的我想打包回去煮面了 徐先生征服了杨小姐的胃 那不知道对于杨小姐 所担忧的大男子主义 徐先生又会如何回答呢 杨王师 它是一个比较有型的女生 我也不是型的 就是啊 都是打的都是有型的女生 就是两个型格不一样的事 这种 超假的事吧 对对对 就是 这个老师嘛 比如说你刚刚煮的那个计划表 是吧 都是煮得很完整 但是 你没有提前给杨老师晓得 这就会让杨老师觉得 它是一种被动的接受 就是他会 就会让我们觉得 我们都必须按照你的计划来 然后我自己没得一个 我没得一个选择的余地 我没得一个提 我自己发表意见的一个机会 嗯嗯嗯嗯嗯嗯 这种就和你说难听的 有牙齿 没有 当时我做那个计划 没有意思 这针对耕夫那十两个 就是我说我想能够 这是比较能够自然的嘛 然后后头也说 我们也不是没有跟到 那个计划表吗 其实广告也没有跟到 是吧 还是 我说我当时说的是 计划干不上变化 但是都不说为啥的 可能就回来以后都没啥子的 那你想另外一边是 嗯 多服从于你 还是你服从于他 不那个 我觉得那个 不叫问题了 我觉得那个 年轻人都是 反正都是以商量为主 是吧 两口子在一起 两口子在一起都很容易 它是一件不一样的时候啊 那种别那么办法 两口子在一起 让对方服从你还是你也确 首先还是看 首先看啥子事情吧 如果是事情 如果说不存在对错哈 嗯 就是看这个事情 哪个说的 就是稍微活力一点 就是说我们两个在上 遇到 比如我跟他那个 遇到个事 有点跟杨老师 遇到个事情 就是在考虑那样办 然后我可以说出我的想法 杨老师也会说出他的想法 然后我们两个 终于和我们的想法 就是会觉得哪个 你想法更成熟一点 更好事实一点 我就想问 然后在两个关系当中的话 应该是比较好的 但是你想到一般 像那种民事的女生 就是如果我们只是 处于朋友关系 我可以这样民事的 但是如果处于那种 恋爱关系的时候 我都会有这种强迫性 就是我希望你也挺挺我 而且你要改变我的想法 就很难 那东西很难办 如果说这个事情 可能会威胁到女生 你一些身体方面 或者是威胁到 或者是家庭方面的一些东西 我都会很坚持我的态度 如果说这是一个小的一些影响的话 我就无所谓 就是吃亏嘛 吃亏都是年轻人 都不晓得到 或者是吃亏就吃亏 第二回就要长进心了是吧 我也会跳舞看你 我说你不听我的嘛 我说杨老师 你不听我的好 他走了 我说什么呢 因为我是觉得两个人吵架 我是觉得没 至少我觉得可能 我有时候觉得很烦 但是实际上 我是觉得没得对我错的 只是你又不赞同他 但是我觉得 不论说 比如说你做这件事情 大家都是自由的人 我觉得不一定说 我做了一个跟你想法不一样的 你都说我做错了 最后来调侃我 如果是那种事情 我在我来的是 我时而接受不了这种观点 我是觉得 没的关系 就是可能大家有不一样的选择 但是我是尊重他 我是会有那种感触 包括我都算我的 你一般他做的事情 我觉得也是他自己的选择 我觉得没得一个对错之分的 这是他自己的认识 当然我们两个做一期的话 肯定一期有些规划 但是觉得是 徐先生看似周全的回答 却没有得到杨小姐的认可 徐先生接下来要怎么应对呢 实际上对以后的态度 对家庭的态度 还有对以后的一些规划 这些都是持一个拉中的态度 我觉得可能还要取决于 你一般是怎样子的 可能在后再规划自己 我是因为恋爱经历比较少 所以我也不是特别能够 完全的能够知道 因为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可能没有特别的 就是可能有这方面的想法 但是可能需要对方男生 想过以后 你需要对方男生带我一下 那个房子是我要9年买的 但是是我妈妈给我买的 妈妈给我买的 那个房子是没得带款的 全款 然后装修的话 是我那边出的 装修一共是20万左右 当时都带了一点装修的贷款 然后每个月都在还 现在的话是还差9千块钱都还完了 意思是现在就是还没得存款的 这是有房子 然后车子的话是要起的 买的时候我23岁的时候买的 然后车子的话是因为我在西藏工作 就用于小那边比较早钱 然后在那边有点急血 回来以后我们家的人出来办 然后我出来办 然后我们也把全款买了 因为我们不想 就是一直在一起 我们就是一种 就是房子的基本情况 然后还说我对我来说 我工作 我觉得我们工作也是比较好 我们公司也是对我们比较好 也是那种 我跟我们公司也是双向奔赴那种 它对我还有更多的 对公司创造效益一些 然后最近呢 我觉得我们工作还可以 也是不打算换了 感情方面的话 像以后我们就是 乱家长的话就是 那时候 聊完以后 还 我想的是 还是要再奋斗一套房子 就现在又一套房子了 然后我想的是 还是个人 不关是我 还是我们共同 还是要再奋斗房子 毕竟要够我 给我挖留一点东西 是吧 感觉它的规划 是做得比较的具体的 说得也很具体 也很真实 我是觉得 是有一个在向上去 努力的一个趋势 三位啊 饭也吃完了 而且你看吃完饭之后 聊得天南海北 什么东西 都基本上都了解过了 你说了解过之后呢 一直在这家里待着 好像也不是个事啊 是要继续按照计划表 上面的计划进行 还是说这个有变动了 出去走一走吧 按照计划表的那个 在楼下有个小公园 出去走一走吧 杨老师这边 如果不嫌弃的话 我可以骑着我的小摩托 带她去逛一逛 熟悉一下 我家周围的一些那个 感受一下我家周围的一些 生活的一些气息 是吧 你嘉宾的意思呢 可以的 徐先生对杨小姐的喜欢 不言而喻啊 一步一步 带着杨小姐 进入自己的生活圈 你好大家师傅 你好 是有点像啊 这个感觉 那位需要大家 你好 他需要大家 我们大家的人是吗 早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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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这个速度可以吗 可以啊 好 好厉害啊 这都是平时我们就是健身的一个步道 挺好的 一早会回来跑步 早上不对 因为我早上的话 五点多钟就起床了 然后七点钟都要出门上班去了 因为我家里公司还是有一段的距离 在观影圈上 两人骑着小电轮逛着公园 宛如一对小情侣 接下来徐先生更是使出了自己的必杀技 起床已经结束了啊 给旁边的师傅打个分啊 还是挺问的开的 几块钱啊 八块钱 八块钱啊 耶师傅 你来一段有意外的张力了 是 计划书上写的是 骑车完了之后还干嘛来着 唱歌 唱歌 对 但是现在这种环境的话 是能清唱的用吗 没问题 我在给旅家宾唱一首 越来越代表我的心嘛 是不是 那我在地下搬起小伙伴地 我在这走路了 要得要得 这样子走吗 别人打你 我有一点打 我有一点打 你是不是跟你说话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情也真 我的爱也真 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是觉得有点尴尬 因为 因为就是在那个 就在那个 把子上面嘛 然后来往 人有点多 我没有想到 选了一首歌 是月亮代表我的心 但是又是白天嘛 我觉得其实可以换一首歌的 但是男嘉宾的那个嗓音 确实非常好 非常厉害 看得出来 估计也有一点那种 麦爸的心象 就唱得挺好听的 其实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你去想一想 你去看一看 月亮代表我的心 好 谢谢 谢谢 哎呀如果是晚上唱 这好嘞 唱得很好 唱得很好 他出汗了 你看他的眼睛 上面都起雾气了 我也起雾了 他唱的时候我看的椅子 在笑 笑啥子啊 因为我从来没有感到 在这个空旷里 听到一个男生唱 月亮代表我的心 还是在白天 你觉得那个长筋儿 不在头 长筋有点 有点 有点勇敢 有点 有点勇敢 徐先生勇敢大胆的歌声 有打动杨小姐吗 现在我在九九 我现在老口就红掉 我现在老口红红的 我现在老口红红的 感觉他跟我两个合不合 我觉得 我觉得他多前九历 因为刚刚在哪个镜头 的时候看见 像在陪姐姐很早一样 在哪里呢 就是因为我靠近的时候 我从那镜头看起来 现在陪姐姐很早一看 那两个镜 他哭得是一个 比较说过日子的人 我觉得好像差点心动 说不知道算不算心动 你心动 你心动 你心动也许是啥子 这个玩意 老板还有很多 还有都是他 其他比较洗心的 会让我再加分 但是他没有让我 觉得很洗心 刚才做了个练习 他直接都往前面 我把这个人都摔上去 杨小姐很纠结 那她最终会如何选择 刚才跟闺蜜在旁边 叽叽喳喳那么久 而且时而高兴 时而严肃的 也不知道你现在内心 有一个最后的决定没有 大概是有个想法了 有想法了 男嘉宾马上到现场 我把他叫过来 男嘉宾 过来吧 有点干部风光 把手背去过来 为什么把手背这样 有点小东西在手后面 杨老师准备的 杨老师准备的 来嘛 拉出来嘛 揭晓哈嘛 啥子 这是石棺还有霞 我听到杨老师说 他喜欢吃石棺和虾 他准备了一下 晚上如果愿意 请他 挪石棺和虾吃 我觉得好时辰啊 我没有想到 我会吃石棺和虾 但是也看得出来 他确实是有 就是考虑到我 就是今天中午的一些 对他的一个就是 有考虑到我的喜好吧 我吃饭的一个喜好 然后就是 还是很感动的 确实好歇心 还记得你中午说的那个 想吃石棺 你看石棺给你买起来 那出来买东西 口头上有没有还是表示 就是啊 就是啊 今天呢 确实是因为露剑 没有一点紧张 嗯 可能有些地方 没有想到让他走到 嗯 没有考虑到女教兵的感受 嗯 所以说今天还是想弥补一下 嗯 这个问题 希望女教兵呢 也能够 接受我的弥补 接受我的道歉 然后一曲在乎的 赤石棺 嗯 这个一曲在乎的赤石棺 是想表达个啥的意思啊 你只是祈求别给你道歉 那个那个原谅是吧 嗯 希望杨老师啊 跟我能够在接下来 还有进一步的发 进一步的发展 我希望呢 我发现你还是点紧张 你说这句话对到我说 我还有点不好意思了 那个嘛 你把画中拿到去 嗯 你看到别的杨老师的眼睛 嗯嗯 真真诚诚的 嗯 说一遍你刚才的话 要对吧 好 加油 嗯 杨老师你好哈 你好啊 今天 通过今天跟你一起相处一天 我觉得这个人 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啊 也是我的 比较理想的一个类型 然后啊 希望 你今天晚上可以到我的指示馆 希望你能够给我一个机会 因为我们能够进一步的享受 整段话呀 恩事 我晓得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但是我在旁边找鸡呀 恩事 就在这儿提石棺 提虾 这边说半天也说不到个重点 还是好在哈 最后还是表达了一会儿 希望杨老师能够给你一个机会 是不是嘛 然后今天呢 确实他也没准备啥东西 你看到周围也没啥是可以买的 他还是行 就给你准备了利益子 行行连连连连 没法的那样东西嘛 要不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最后选择的道具 你就抵到那个杨老师面前 好的 杨老师 如果你愿意接受他的话 不是接受啊 做朋友给机会 你就把这食材给接过来 一会提着上家里去 如果不愿意的话 就觉得他差点意思 差点火候 不是自己理想当中的那个人 或者说根本就 也不想再继续接触了 就把这食材给推进去 能行吗 把食材递出来吧 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好不好 女嘉宾 请做好准备 三 二 一 请选择 二 二 二 一 一 二 二 二 三 三 女嘉宾你怎么想的 就是很谢谢那个男嘉宾 送我的这个虾和这个 就很高兴 然后就是能够就是 就是可能今天就是 中午做饭的时候 可能就是我喜欢吃的 没有就帮我抹不上 就很高兴 很谢谢你就是很细心的 就是有考虑到这方面的因素 就很感谢你 男嘉宾今天这一天嘛 还给我的感觉就是 还是很为我着想嘛 也带我就很真诚的事 先让我去了他家 然后并且还带我到这边来 骑了车 还包括唱歌 唱得也非常好 然后就非常感谢你 就是给我这个这个机会 然后就是 我是觉得我们可以 从朋友做起多一些了解 然后今天 我估计可能去不了你们那边 可能要回去了 然后因为时间有一点晚了 但是我们下一次可以就是 再联系嘛 对 那既然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手机啊拿出来呀 扫个联系方式啊是不是 而且我发现了 女嘉宾你表达感谢的方式 很奇特呀 也不是这样的 来来来来 微信加持 同时电视机显的观众朋友 如果也想来到节目当中 脱离单身的话啊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拨打人线电话 8805 8805 或者来到楼湖新一城二楼 凡人有喜 线下婚恋服务中心 来进行咨询 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道个别吧 爱情高中曲 为爱不放弃 凡人有喜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